大家还记得文雅丽吗 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一度成为丹麦王妃 而被称为真人版灰姑娘 还为王室生下了两个小王子 但原来十年前 她已跟王子和平分手 四十岁时改嫁一位素人小鲜肉 想不到前年又再宣布离婚 真的十分潇洒 曾是事业型女强人 说文雅丽是真人版灰姑娘 好像有点扎逼她 虽然她不是出身名门王族 1964年生于香港 爸爸是上海出生的中英混血儿 妈妈是奥地利和波兰的混血儿 家境平堂 她是家中的老大 下有两个妹妹 但她一直充满上尽心 品学兼优 曾去奥地利英国和日本留学 懂说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和广东话 三十岁便成为公司行政副总裁 绝对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事业型女性 然而面对爱情 再强的女人都会心软 1995年她卸后来港 工作的丹麦二王子 约娃歇姆 Prince Joe King 当年王子也算竟在 加上又懂 林 女 毕竟堂堂欧洲王子 竟看重平民百姓 所以她很快便堕入爱河交往不足五个月便订婚 一年顺利嫁入丹麦王室成为欧洲王室有史以来首位 有亚裔血统的王妃更是首位 港产王妃婚后她努力学习健身的丹麦与一年后便能流利的跟人沟通 又在99及02年 带下两位小王子 尼克雷埃和菲尼克 成为丹麦女性的楷模 婚前文雅丽是位女强人 婚后她继续女强人 本色热衷于王室的公共事务 曾一度同时在21个社会机构任职 又走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丹麦分会主席 被誉为北欧的戴安娜 至于比文雅丽小五岁的约阿歇姆王子 作为二王子本来就不会当国王 也不用负太多责任 婚后更常出现在球场赛车场摇滚演唱会上 纵情派对又迷恋酒色 顾被称为派对王子 这种差距注定令感情变样 二人最终在2004年分居于2005年离婚 那年文雅丽 以40岁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王室丹麦王室 对二王子离婚没有反对 离婚后文雅丽的王室头衔 只需由王室殿下 Royal Highness 改为殿下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更册封她为肥特列宝女伯爵 Town Jess of Fredericksburg 以保证其贵族身份 不会因未来再婚而丢失 且每年可继续获发190万克朗 约222万港元的王室津贴相当有情友谊 而根据丹麦日报号外 Extra Bloodet 文雅丽曾多次表示 她与前公婆及前夫 约阿西姆王子的关系仍然良好 虽然当年文雅丽一年过40 但还是风韵犹存 加上一身充满知性的气质 相当有吸引力 故此很快便遇到新对象 2007年42岁的文雅丽宣布 下嫁比自己年轻14载的摄影师 约恩森 Martin Georgeson 举之两人是在1999年认识 当时文雅丽与二王子 约阿西姆居住在 Skygainburg城堡 约恩森正在制作一部关 与丹麦二王子的视频 约恩森的爸爸是丹麦有名的 GG电影公司 GG Film 创办人 该公司为丹麦王室制作了许多纪录片 包括文雅丽王妃40岁生日时的纪录片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My home is my castle 昏迷当天有两位小王子当 瓜仔 场面温宴感动 文雅丽也说希望以后能过平静日子 当年的约恩森也算是为 小心肉 不止声的高大 竟在对文雅丽生的两个小王子也很好 经常接送放学 虽然丹麦王室对约恩森成为两位小王子的继父表示欢迎 但根据规定在婚后文雅丽的头衔将会改为 阁下 Excellency 同时 丹麦王妃的称呼一会失去 只会保留其女伯爵称呼 但文雅丽看似不在乎这些 眼中只有这块肥美的小鲜肉 不过在鲜的肉都会老 两人结婚8年后宣布因价值观不合而离婚 约恩森搬离了一幢由王室所购 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东桥地区的356平米豪宅 丹麦王室也已得知文雅丽的这一决定 根据王室成员约定俗成 王室成员配偶如果离婚应不能分享王室资产 因此文雅丽与约恩森婚前曾经签署了婚前协议 也就是说文雅丽在此次离婚中约恩森不会分享他的财产 22年过去曾经的港产王妃嫁过王子又爱过鲜肉 51岁才回复自由身 当年的童话始终不敌现实 但至少他穷半生应付家族名望 不同男人如今大儿子都18岁了 终于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 两年无风无浪过去了 希望目前